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宣布要专心市政,11月初才要转换位选战模式,对于年底选举可说是老神在在,但北市蓝绿议员今天爆料柯文哲身边两个女人,母亲和瑞英与市府幕聊菜,比如最近都在替柯的市长选战做准备,似乎是说一套做一套。 民进党议员严慎官,许舒华与国民党议员徐红婷三人今天上午接受广播节目扣扣早餐专访,并爆料柯文哲团队在台面下早已开始备战。 颜慎官指出,蔡碧如已经在北市各区拜访有利人士,像最近就拜访了中正万华区,颜慎官选区自己一位的朋友,而蔡碧如拜访完回日府后,还向市长是说我把万华搞定了,颜认为柯阵营针对选举早就开始备战。 徐红婷则说,之前曾听闻自己大安文山选序的里长反应,柯妈和瑞英在过年时特别打电话给里长们徐寒问暖间拜票,徐认为柯妈真的是个很厉害的助选员,对于掌握老人票确实很有帮助。 徐书华则认为柯文哲之前曾说要专心市政,但根本就是不断在玩政治,想要在每件事都讨好每个人,他也希望民进党中央对于推派自己的市长人选已是能深思熟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